好,从本章节开始呢,我们将进入一个规划的综合场景 本场景呢,我们是通过模型的搭建以后呢,到MAX中进行渲染 我们也是希望同学们不但能掌握Sketch导书的风格呢,也能进行一些渲染 当然在本书的最后呢,也有一个SketchUp中自带微锐的渲染 但是呢,我们同样希望同学们掌握呢,怎样在MAX中渲染 以及与MAX中的衔接的一些技巧 好的,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本章呢,图书中呢 配套光板文件已经提供了一些CED的一个文件 和CED的一个总明面 这里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些CED的这些清理处理 处理的方法呢,与前面一样 我们同样可以在,在里面呢,输入PU进行处理 好,然后点击全部清理,点击全部是 好,同样 好,当这一块显示灰色以后呢,我们就清理完成了 点击关闭 好的 由于是,在建筑设计中呢,一般会用天正这一个软件进行处理 所以呢,我们建议同学们呢,也是安装这个CED里面的一个天正的这一块插件 并在导出,导到Sketch中呢,我们要导入一个低版本的天正 才能显示出这些墙体 好的,我们对进行图形呢,进行导出一个天正3的格式 我们导到桌面上,点击保存 好的,同样呢,我们处理的一个,后面的一个平面图呢 我们也进行一个图形的导出 导成到桌面上 好的 接着呢,我们打开SketchUp呢,这款软件呢 进行一下图层的一些整理了 好,打开SketchUp这个软件 我们把前面处理好的两个图呢,导入进来 好,首先是这个办公的 我们选择一个毫米的单位,点击打开 好,虚伏的加Z全部显示 然后呢,我们再把总平面呢,也导入进来 好,虚伏的加Z 接着呢,我们需要对图层进行一下整理 好,把这些图形呢,全部 用快捷键机呢,自作为快 群组的样子 好 好的 然后呢,我们打开图层管理器 Shift加1 或者我们直接在窗口 点击图层 我们把其他的这些垃圾图层呢 删除掉 移植到木轮层 然后呢,我们再把 这些新建的图层呢 新建出来 首先是办公楼的首层 好的 接着是办公层的标准层 我们可以先复制一下 方便输入 标准层 好的 然后是办公楼的 南丽面图 北丽面图 东丽面图 心里面图 好的 然后 后面是 这个住宅 也就是二号楼的 标准层 平面图 然后是二号楼的 冷面图 然后楼的 北丽面图 然后楼的 北丽面图 然后楼的 西面 好的 然后是总平面图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图层呢 进行 进行 进行一下 整理 首先 首先是 这一块 底层 也就是 首层平面图 然后 这一块 然后是 方向楼标准层 然后 这一块是 方向楼标准层 西面 西面 东面 好 这一块是 二号楼的标准层 这一个是 南面图 北面图 东面图 西面图 好 这一个是 主面面 接着呢 我们需要 把这一块呢 按位置 放置一下 好的 向上 移动 西面图的位置 好 同样 我们把这一块呢 旋转 90度 立起来 将其呢 放置到 相应的位置 好 整个 完了 出移动 出移动 箱子 立起来 在标准 指点 出移动 出移动 就先前向 拧叽动 觉得是 后面 是否太 好,我们先把总领域隐藏掉 把读层打开 这一块呢,我们同样放置在这一边 好的 相似的方法呢,我们把这一块 读层呢,也调整一下 这是一个蓝面图 好的 蓝面图 蓝面图 蓝面图